我们继续来到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 近尾的指望 人活着总是要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希望 这样所有的努力才会觉得有价值 每天早上起床才觉得 今天我又可以去朝着我的目标来到前进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十章 刚刚所读的经文 其实我要讲的 不只是这一段 还包括以下的二十六节开始至三十九节 不过讲到那的时候 再和大家来读 得大赏赤 我们如果在世上活了数十年 吃喝玩乐 旅行 读书工作 嫁娶 生儿育女 这样就过了 然后我们说 我们相信信主耶稣的人有永生 那我们就到永生那里去了 或者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生 这样的生命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努力 每一天就这样过 希望无病无痛地离开 然后就到天堂去了 但是我们的天父是不是这样呢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不是只有一个这样的安排 还是怀有别的什么人生的方向 目标和计划 或者是讲神的旨意呢 这一位是著名的大德生 黑森 他曾经来到中国 来到传道 也都肤照了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人 来中国传道 我们在历史书 在电影里面所看到的 那些金头发 南晚精 他是扎着一条中国的边 那些西人 去中国宣教 很多都是由于这一位 Hudson Taylor 戴德生 他的呼召 他的号召 来到中国 中国因此有了很多的基督徒 就是这样开始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是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根据书本的记载 他有一天 十几岁的时候 一个人在家 他妈妈出门去探朋友 他就在家里的书架上 找到一本书 就拿来看 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 他家里面的书籍 很多都是基督教的书籍 他拿来看 看到这本书的内容里面 有一句说话 就是 The finished work of Christ 就是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 或者基督成就了的工作 当他看到这一句的时候 这句说话就在他心里面 他问自己 为什么这个作者不说 基督的挽回的工作 或者基督的救赎的工作 而是说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 当他这样去思想的时候 他就明白 原来耶稣要做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这个救赎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那么他就问自己 如果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就明白了 接下来应该发生的事 就是他自己要去接受 耶稣的救恩 因为耶稣已经做了他那一部分 接下来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人应该去做 是我们是否去接受 耶稣不会勉强我们得救 是我们 他预备了 是给我们去接受 去相信 于是连少的 带得生 就当时一个人在家 就跪在地上 来祈祷 来接受了耶稣 进入他的心中 做他的救主 就是这样 开始了 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后来他得到神的呼召 成为一个宣教士 来到我们中国 来到宣教 今天 耶稣的救恩 亦都赐了给我们 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 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 接下来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得大赏赐 就分开这三段 跟大家来看 第一段就是刚刚所讲的 所读的经文 十九至二十五节 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第二 跟大家讲的是一个 很严肃的提醒 就是当一个基督徒 或者一个人 他得知真道之后 他听到圣经的道理之后 他有什么反应 第三个 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我们眼前的挑战 和度过我们的一生呢 第一 跟大家来看 请各位看回第十九节 那句话说到 耶稣为我们流血 让我们可以很坦然地入智圣所 可以去朝见神 这一点又有什么特别呢 特别的地方 在旧约时代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以前的人要去圣殿来敬拜神 大祭司都要带着血 虽然是牛羊的血 不是人的血 但是要带着血去为自己赎罪 然后一连一次去到智圣所 就是神的宝座前面 那个代表神宝座的约柜的前面 约柜上面有施恩座 就是神的宝座 虽然是一个代表 但是都是非常之庄严的 一连一次带着属罪的血 这样进去 不是每个人可以去朝见神 如果神是神 如果神是这麽尊贵 这麽圣健 人又怎样可以随随便便 去到他面前呢 所以今天 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会变的画面 进来聚会 就不要带着麦当劳 麦当劳在外边 就结束了他 吃完 或者在餐厅 我们有餐厅 餐厅是用来吃东西的 你就在那里吃完他 然后才进来聚会 还有把手机 去了 vibrate 去了 震机 不要 何牧师 刚刚在那里 你就听电话 否则 我又受到干扰 我又停一停 以前来到神面 是非常之庄严的一件事 是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 圣经甚至说 那个大祭司的袍 下面有一些叮叮当当 为什么有叮叮当当 因为他走路的时候 发出响声 如果他走入至圣所 外边的人只能听 发觉很久都没有叮叮当当的声音 他可能死了 怎会死呢 神叫他死了 神怎会叫人死呢 因为这个人是窃毒神 这个人得罪神 他有罪 他没有负罪 他就在神面前 因为神太过圣洁了 可能这个人会死了 所以那套的衣服 就是警告人 在神面前 也要谨慎 要小心 你说这样 谁要跟神有关系呢 是 没有人可以随便的到神面前 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 这里说耶稣 他的血 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一条又生又活的路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被钉死的时候 当时的圣殿 突然间发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就是那块的蚂子 那块很厚的蚂子 是从上到下是裂开了 个个人都可以看到 施恩座 看到药柜 是表示什么 耶稣的死为人开了这条路 靠着耶稣的血 人人都可以去到神面前 不单止人人可以去 每时每刻都可以去 而且不需要觉得 是惧怕 你可以坦然地去 因为耶稣用他的血 开了这条又生又活的道路 因此这里和大家所说 这条又生又活的道路 既然间开了 二十一节那里说 又有一位大祭司 就是耶稣自己 治理神的家 我们心中天良的窥欠 已经耍去 身体用清水洗礼 就当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所以这个就是戴德森当年所做 既然间耶稣已经为我开了一条路 我就应该存着一个信心 一个诚心 请留意 有些人信耶稣 很随便 你让我永生 好 我就要永生 行了 行了 搞定 没有诚心 不得尊敬神 这里说 信心和诚心来到神面前 所以第一个 既然间有这样的一条路 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去相信 去来到神面前 去向主来祷告 那个救恩放在那树 我们是否愿意去接受呢 我们是否存着一个诚心 时刻的来到神面前呢 我们一生当中 是否只是在信主的时候来到神面前 我们平常有没有去到神面前呢 其次 其次 这一段经文很奇妙 说到信忘爱 说完信 二十三就是说盼望 他说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致遥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希伯来书各所说的 为什么我给他定一个主题 是更美的指望呢 因为里面说到的主题 其实就是盼望 一个人有盼望 才会有喜乐 有盼望才会有动力 如果你再跑 你都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你跑 你很容易就觉得想放弃 因为你不知道要跑多久 跑多远 目标在哪里 所以基督徒有盼望很重要 希伯来书的第三章 那里讲到 他说同无天照的圣结弟兄 我们都是蒙天父所照 去奔跑这条天路 我们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盼望 人如果没有盼望 他的生活就会很放纵 就会很随便 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 我们盼望进入 神为我们预备的 荣耀的一个天堂里面 守着这个信心 守着这个盼望 你说我都已经有了 但是有信心 有盼望 还要有一件事 不是信望 还有爱 请看 25节 24节那里说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请留意这些说话 都是彼此之间 信徒与信徒之间 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请留意 每次说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就像牧师骂人 啊 礼拜日你们去哪里 但请留意聚会不是为了捧场 聚会不是为了教会 就要有很多客人来 聚会是你自己的事 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在第一世纪就已经有很多人不聚会 有很多基督徒不聚会 现在的人不有空 以前的人不一样不有空 现在的礼拜日 你要去睡觉 要看球 以前的人不一样 要耕田种菜 是不是 个个都是很忙的 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 习惯不聚会 所以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有人邀请他去吃饭 邀请一些人去吃饭 那些人说我没有空 那些人买了一对牛 去试试一对牛 现在人们买了一辆车 开一辆车 刚刚娶了太太 什么意思 刚刚娶了太太就不可以聚会 很多理由来到推堂 但请你留意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是什么意思 看上文下 你就发觉聚会的目的 除了去敬拜神 去听牧师讲道理之外 其实聚会的目的 是你要contribute 你要贡献你 你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还有 倒要彼此勸勉 既知那日子临近就更当于此 聚会的 有一个不太好的事实 就是一般教会 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是初信主 就比较热心 到二三十年之后 教会就会没落 所以你看到那些小教会 我们二三十年了 通常都是没落了 因为牧师四十岁开始建立教会 六十五岁左右 后继无人 就没落了 当初的青少年现在已经五六十岁 就不再聚会了 或者已经是没了动力 但是呢 我发觉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以前我去教会 我就很期待牧师来讲道 我又很期待唱诗歌 令到我觉得与神来到亲近 后来我去教会 我就由第一排做到最后一排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一排 初初就要抱子女 因为生了这些小孩 一岁两岁要抱着她 所以坐后面 不要吵着别人 到后来子女大了 都已经另外有他们的聚会 我都是坐后面 为什么呢 我会聊天 我会跟我朋友聊天 一个星期没见了 怎样呢 有人记得去哪里喝茶 坐在后面 这个不是我讲笑 是真的这样 我以前小时候参加的教会 后来就变成这样 回到去 大家都五六十岁了 热心那些青少年 现在变成了中老年 我们子女都大了 都已经中学大学了 我们坐在一起 虽然牧师讲道 讲了几十年 都是讲过那些 我们都厌烦 但是我还是去教会 为什么呢 可以见到朋友 我们几十年的朋友 一个礼拜聚集一次 多好呢 其实这件事 并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如果你能够在 彼此相顾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都达到聚会的一个目的 主日聚会 除了去敬拜神去学道理 还有一个目的 团契 彼此的勉励 当然了 如果我们讲来讲去 都是买车去哪里玩呢 就不是彼此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不需要来教会 去查留就可以了 但是基督徒 最会有一种作用 就是彼此勉励 就是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甚至彼此怨勉 或者你站在前面作见证来激励大家 或者你在大家的言谈当中 彼此的相处当中 彼此的安慰勉励 或者在实际的生活方面 来到彼此的帮助 都是很重要 但是当时 有了这一条又生又活的道路之后 却不是每一位的信徒 事事都去到主的面前 不是每一个人都坚守着 他所承认的指望 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保持着聚会 圣经里讲到聚会这两个字 这里没有讲到主要崇拜 或者是团契聚会 总之是基督徒的聚会 只有另外一节圣经讲到聚会 请大家看一看 《贴纱罗里加后书》二章一节 《贴纱罗里加后书》二章一节 那里讲 《贴纱罗里加后书》二章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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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天父的面前 我们就要珍惜去到主面前 我们就要持守住一个人有盼望 如果没有盼望我们就没有动力 我们也要很珍惜基督徒的聚会 同主的聚会 同信徒的聚会 因为那一天临近 25节那些说 既看见那日子临近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代 是不是觉得主耶稣 都应该很快会回来 当我们见到不好的事 当我们见到一些令我们担忧的事 你可以放心 主回来的日子又更加的近 我们来聚集的时候 不单止期望得到些什么 我们也期望能够彼此分享些什么 第二想跟大家讲 刚刚我们未读到的经文 在26节至31节 非常令我们警惕的 26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度之后 如果故意犯罪 属罪的祭就没有了 唯有战据等候审判 我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律法 凭着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述而死 何况人浅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性之夜的血 当作平常有舍万施恩的性力 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白色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有些基督徒都不愿意读这一段圣经 因为太过不能接受 神是慈爱的 神是怎样是可怕的呢 但这里是清清楚楚写 落在神的手里面是可怕的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得知真度之后 如果我们听过福音 或者我们信了福音 我们接受了主 故意犯罪 我想回到两样跟大家说 第一样就是不要拒绝基督 第二不要故意犯罪 首先说不要拒绝救恩 拒绝基督 在律法里面 有所谓故意的犯罪 或者叫做疏忽的犯罪 好像前几天有个小孩 有个学生 他上堂的时候带了一包沙齿麻 即是什么 沙齿麻 很甜的 黄色 一块一块纺在一起 然后带了一块沙齿麻 去课堂上吃 后来同学推来推去 忘记了把那块食物留在班房 到第二天 老师就轻思问罪 哇 惨了 这个小孩流着眼泪很害怕 然后以后不能来上堂 因为老师 你看这就是你的证据 就是你犯罪的证据 昨天是你带回来 你忘记了拿回来 所以昨晚可能有老鼠 蟑螂 蚂蚁 走入我们班房 后来他妈妈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可以很直接跟你说 后来他妈妈来找我 他说我的儿子 我们要讲清楚 到底我的儿子犯的是什么事 他不是蓄意的 他说他是疏忽 因为学校要他写悔过书 小孩一流着眼泪 一路写悔过书 都很惨的 妈妈出面 我的儿子 他是犯错 但是不是故意的 是疏忽 是忘记了拿走 那个罪名又轻一点 但是这件事都是事实 但是要讲清楚 这不是故意的 所以在旧约律法里面 是有故意的 或者是誤杀一个人 或者是蓄意杀一个人 在这个文数记十五章里 讲到这两种不同的杀人的罪 一种是蓄意去 有计划去杀一个人 一种是誤杀了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律法去判断 但是这里所说的 他说如果你知道真道之后 你故意去犯罪 属罪的罪就没有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 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听了福音 我们知道了 但是我不理会他 我不接受他 我将耶稣这里所说的 我们将他的血 是当作平常 像浅踏神的儿子一样 我们不理会 那你就再没有负罪的罪 意思就是说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如果我们知道耶稣的救恩 我们又不接受他 我们拒绝他 那你就找不到 第二个得救的方法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不要拒绝基督 当我们听到真道之后 我们不要拒绝他 我们接受他 相信他 这里有讲到 涉万诗恩的圣灵 什么是涉万诗恩的圣灵 在《马哈福音》第三章二十八节 耶稣都是这样警告当时的人 警告那些法利塞人 他说人犯什么罪 都可以得到神的赦免 为了一个人如果犯了 涉毒圣灵的罪 就不会得到赦免 意思就是说 当时的人看到耶稣行很多神迹 他们批评耶稣 耶稣行的神迹 是靠着鬼来做出来的 那些是法术来的 那些是魔鬼 附在他身上做出来的 耶稣就说这句话警告他 不要赦免圣灵 就是说你不要将神的作为 说是魔鬼的作为 不要将神的乙子当是一个魔术师 或者是一个法师 你这样是得不到赦免 同样的意思 如果你知道耶稣是救主 但我们也是拒绝他 那你就找不到第二个得救的方法了 因为这是唯一神给人得救的方法 就是耶稣为我们担当罪 他是神的儿子 只有他可以拯救我们 接着说第二件事 不要故意犯罪 这个就要对基督徒来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已经得知真度 接受了耶稣做救主 但是我是蓄意地去放任我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有啊 在哥伦多前书第十章里面 讲到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在抗野 出了埃及城 在抗野那四十年的时间 但是多次的是试探神 有一些当时的百姓 是制造偶像 做一只金偶像 有一些是犯淫乱 有一些是事事埋怨 有一些是贪食 很多很多的问题 在那几十年的当中发生 以至于哥伦多前书第十章里 就警告说不要学那些人 他们是有我们的尴尬 他们就死在抗野 到了哥伦多前书十一章 就警告那些混乱圣参的人 他说因此在你们当中 有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神会叫基督徒死 我相信神不会随便叫基督徒死 但是圣经明明的话 哥伦多前书十一章三十字 明明的话 那些混乱圣参 他们怎么混乱圣参呢 他们领受主的圣参的时候 有些是喝醉的 他们将圣参当是一件很轻松平常 和和喝酒一样的事 当时显然有这样发生过 有基督徒是未到其而死 所以保罗警告非常严肃 就是基督徒不要去故意犯罪 不要明知而故犯 一网一书第五章那里说 有些罪是至于死的罪 有些罪是不至于死的罪 基督徒不要故意去得罪神 神不会随便去取走 所有基督徒的生命 但是神必定会管教祂的儿女 到了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那里就讲到神的管教这个主题 神不会愿意祂所爱的儿女受苦 但是神也不会纵容祂的儿女 放任自己 当然这是神同信徒的事 不是谁对谁如何 这里引用两节旧约的圣经 第三十节那里说 身冤在我我必报应 又说主要审判祂的白色 在新约的时候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 就是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 所以这里很严肃的一件事 得知真道之后 不要拒绝救恩 也不要故意去犯罪 免得我们受到神的责罚 第三 要说一件比较有盼望 不要说得那么可怕 得大尚伺 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有限的 在世上的日子 去朝着一个很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 来前进呢 三十二节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真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围绑 遭坏难 成了弃境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 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看罪了那些被捆锁的人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当时做基督徒 可能会失去他的房屋田地 以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上前 首先要跟大家说 第一样就是更美的家业 今天在教会界 有时你听到一种的道理 就是所谓成功神学 又或者是富有的神学 就是说神是富有的 每一个基督徒 既然是神的仪女 都必定会成为富有 神是成功的 我们信主 只要我们信 每一个东西都会成功 但是反过来 我们看一看圣经这里所说 当时的基督徒 他们信了主 他们蒙了光照之后 竟然因为信耶稣而失去了家业 如何去解释 因为他们是为了信仰 为了主的缘故 他们被人夺去了家业 被什么人 被当时的罗马政府 被当时那些不义的官员 在教会历史里面 都有不少的信徒 因为信主 而失去了物质的财富 那成功神学 在他们身上又如何去解释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 没错 神是愿意他的儿女健康 长寿成功 但是有一些神的儿女 他们是更值得我们去敬佩 因为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 失去了一些东西 耶稣在马帝福音十六章 那里讲到 人如果赞到全世界 他就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了 人还能够用什么换生命 相比较之下 天上近美长存的家业 与地上暂时我们居住的居所 家业相比较 他们曾经甘心地失去 他们曾经愿意为了主 来失去那些东西 为什么他们甘心 因为他们知道 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他有一个信心 他有一个盼望 这些是暂时的 如果神容许我失去这间房屋 神会为我预备天上的房屋 所以 一个人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如果主容许我们为了信仰 受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会给我们大的赏赐 三十五节 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传着这个心必得大赏赐 这个大赏赐就是 一个人为了主的缘故 耶稣他说 放下了他的世上的东西 没有不在今生得八倍 内世得永生 如果一个人为了主 而牺牲做些什么 主必定会报答他 必定会赏赐他 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 他们正经历了很大的难处 他们正为了信主的缘故 遇到难处 有一些信徒甚至想放弃 想退后 其次 和大家讲信心的过效 第三十六节 你们必须忍来 使你们行与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接着就引用下巴局书所说 也是我们信仰会最重要的一句说话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辞言 指示意仁必恩信得生 整个信仪中路德会 信仪会 全部都是根据这句说话 意仁必恩信得生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淋的那等日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信心的过效 一个人能够面对难处 而仍然的甘心 仍然的勇敢 因为他信 因为意仁必恩信得生 这句说话当初 哈巴谷讲出来的时候 他或者不知道这么多事 但后来在罗马书 加拉提书 以及这一处的希伯来书 都一再引用 意仁必恩信得生 这句说话 即是说我们今天得救 是因为我们信主 而且我们得性 亦是因为我们信主 为什么 希伯来斯的作者 会引用这一节经文 他就是要勉励 那些受苦的信徒 那些失去了家业的人 你必定会因为你的信 你的忍来 你会因为信而得生 一个人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坚持 能够甘心 能够勇敢 能够忍耐 能够得救 全部都是因为你信 你信什么 信神的说话 不是信哪个人的说话 不是信自己想信的东西 是信神的提示 是信圣经 如果我们信 我们能够面对这些事 这个是信心的果效 所以要得到主的赏赐 就不能够不注意信心 今天滋养我们信心的是什么 是每一天 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灵受 能够令到我们维持 对生活的信心 是什么 是圣经 是神的说话 圣经的说话 有一句说话这样说 我们中国人说 力久弥生 就是说圣经你一再去读的时候 每一天好像都是新的一样 的确是如此 有时候我日头遇到什么问题 到晚上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神就 藉着今天所读的那张圣经 哪句说话你都回答了我的问题 时时有这样的领受 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不信 你回去试一下 你只要坚持每一天 读一张圣经 你就会有这样的经历 神加珍你的信心 以至于你能够继续有忍耐 有甘心 有勇敢 不过 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 三十九节 最后一节 他说 我们却不是退后 入尋伦的那等人 你说 这样说 就是我们不是放弃信仰 就是我们继续是做基督徒的 我们没事的了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 没错 但是 尋伦 这两个字 退后就比较简单 尋伦是什么意思 尋伦这个字 新约圣经出现了二十次 在原文里面 有几种的翻译 有翻译成为灭亡 死亡 或者是毁灭 但是还有一个翻译 他给大家看 就是马帝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 当时有人拿一瓶极贵的香膏来高抹耶稣 躲在他的头上 有些门徒就不高兴 就这样说 马帝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 门徒看见就狠不起悦 说 何用这样的枉费 枉费这个字 就是沉伦这个字 另一种翻译 wings 浪费 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同样一个字 在这里 翻译成为沉伦 如果我们将这个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尘轮的那等人 换成为我们却不是退后枉费的人 枉费是什么 枉费我们自己 枉费神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却不要做那个枉费自己生命 浪费自己生命的人 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 他灰心丧志 他遇到困难 他退后了 他离开神了 他在这里开始枉费了神给他的恩典 枉费神给他的恩典 到底我们最后会不会得到主的赏赐 会不会主向我们显然的时候 和我们说 好 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希望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 当我去主那里的时候 能听到主跟我说 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 可以尽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我希望听到主的清真 主的赏赐 而不是说 你这怎样怎样怎样的仆人 你的生命是枉费了 枉费了 神给你的口才 金钱 机会 自由 恩赐 教会 同工 侍奉的机会 我们有没有枉费到呢 所以 是藉着这段经文 和大家互相的勉励 我们 为什么不去得到 主为我们预备的大赏赐 在三十六节那里说 你们要忍耐 才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我们的一生 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如果我们知道了 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不是一步一步地 这样朝着神的旨意去过我们的每一天呢 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盼望 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这里说我们要存着信心 存着忍来 行完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 神为我们所预备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图画 看不清楚了 不过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 有一个教堂门口 写着这样的一篇文字 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是特别有意思 它实在是一个教堂 它在门口写着 它说 When as a child I'll laugh and laugh Time crack 它说我小孩子的时候 我又笑又哭 时间就爬走了 在我又笑又哭的时候 时间慢慢地爬走了 When as a youth I dream and talk Time walk 我年少的时候 我在梦想 我在说说话 你知道我年轻人很喜欢说话 很奇怪 你上课的时候 人家说话 男同女说话 男同女说话 讲讲讲讲 Time walk 时间就走 走了 初初爬走 现在就走走了 When I became a full grown man Time ran 到我长大成人 时间就跑走了 初初爬走 后来就走 现在时间会跑 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And later as I older grew Time flew 当我老一点的时候 时间就飞逝了 时光飞逝 初初时间只懂得爬 后来懂得走 后来懂得走 现在懂得飞了 最后一句 Soon I shall find When traveling on Time gone Gone 不久的将来 当我条路走到差不多的时候 时间已经飞走了 时间 好像个小孩 初初爬的 很慢 后来就走 后来懂得跑 后来懂得飞 后来飞 后来飞走了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种枉费 是不是一种浪费 大卫在诗篇39篇那里 这样说 耶和华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授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手扎如手掌 昨天我在 Azusa街的parking lot 有个人背着个袋 或者你都见到 先生 有个人照顾 你见到吗 背着个袋 或者里面有传单 我说 背影 那我走了 我知道他大概是 要赚钱 要不要算命 那算命看什么 圣经说 你使我的连日扎如手掌 我一生的连税 在你面前如同步有 好像没有发生过 各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一生的 日世人行动 实是幻影 他们 亡乱 真是枉然 積蓄财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剩下很多钱 都不知谁用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我相信大家 读过这篇经文 但你没有留意到 大卫 其实是在书 探饰 人生苦短 好像手掌 那么窄 你看看 算来算去 不是一只手掌 那么长 算来算去 不是那几十年 但大卫 他好像摩西 那样祈祷 求你使我 知道 我的授数是几何 叫我不要 忙忙碌碌碌 过了一世 叫我不要 枉然地度过 我们要得 那个大赏赐 是天父为我们 预备的大赏赐 耶稣已经开了这条 又生又活的道路 我们不要退后沉沦 我们要走在 主的旨意中 直到得着 神所预备 所应许 来回报 主为我们 流血舍身 开这条路 叫我们得永生 叫我们可以 侍服永生神 叫我们活着 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有一个神的旨意 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 我们多谢你 主啊 多谢你 耶稣给了我们盼望 给了我们答案 叫我们靠着你的 补月 可以时刻到天父的面前 祝我们寻求你 我们愿意 走在你的道路上 求你指教我们 求你 显明你的心意 求你 赐给我们信 莫爱 主啊 叫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 我们能够 能够甘心 能够勇敢 能够有忍耐 也最后得着你所应许的 愿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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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